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最玲珑》改编自十四页同名小说 讲述了明一楼圣巫女凤卿尘与谢卫明君元宁出生入死相爱相伴的故事 那么剧中的陈伟霆和刘诗诗搭档的怎么样 陈伟霆武器部分怎么样 一起来和小编看看吧 《最玲珑》陈伟霆打戏怎么样 《最玲珑》陈伟霆和刘诗诗合作默契拉《最玲珑》 开近两个月 谈及两位演员在拍摄过程中的表现 导演林玉芬 说 诗诗是我以前合作过的 很熟悉 伟霆是第一次合作 当初选定这两个人来主演的时候 就觉得很新鲜 拍摄过这么长时间 还是会觉得新鲜感十足 两人虽然是第一次搭档 但在镜头里表现却相当默契 并且他还表示 两人皆是文武双拳 两人文系情感交着 很有张力 武器相得一张 打戏中他们动作力流洒脱 刚柔并济 这和他们的专业训练背景 有着很大关系 所以一部戏里两位主 角都能文武双拳 文系情感沉得下去 打戏能潇洒自如 这是非常难得的 唐嫣属肌窝头 好不好看都不接受反驳 新浪娱乐训 1月8日晚 唐嫣 微博 通过微博晒美照 并称 我刚刚给自己输了个鸡胃头 好不好看也不接受反驳 照片中 唐嫣梳着扮王子头 一脸迷人的微笑 画着精致的妆容 十分的漂亮 少女感爆棚 慈美照曝光后 网友纷纷围观留言 称 鸡胃头也美美搭 吵气美 这个太好看了 绝不反驳 这是谁家未成年 少女 我是米尔和炯常事 奶奶灰色发型 网友和爷爷你好 新浪娱乐训 1月9日凌晨 何炯 微博 在微博上 晒出一张最新的自拍照 配文道 好像 呵护着不住这发色 照片里何炯将头发染成了奶灰色 作皱眉沉丝状 一下子逗了网友们 虽然已是深夜 但网友们恢复的热情不减 有网友笑称一眼把何炯认成了邓超 微博 也有网友觉得这发色 从远处看更像偏爱奶灰色的薛志谦 微博 不过 大部分网友还是取得了共识 表示何老师 咱们年轻人就别拆何爷爷的发色了 瞬间变成何爷爷了 何爷爷好 实习生低文 则编 另写唐嫣属鸡窝头 好不好看都不接受反驳 新浪娱乐讯 1月8日晚 唐嫣 微博 通过微博晒美照 并称 我刚刚给自己输了个鸡窝头 好不好看也不接受反驳 照片中 唐嫣梳着半王子头 一脸迷人的微笑 画着精致的妆容 十分的漂亮 少女感爆棚 慈美照曝光后 网友纷纷围观留言 称 其我头也美美搭 超级美 这个太好看了 绝不反驳 这是谁家未成年 少女 我是米尔和炯常事奶奶灰色发型 网友和爷爷你好 新浪娱乐讯 1月9日凌晨 何炯 微博 在微博上 晒出一张最新的自拍照 配文道 好像 呵护着不住这发色 照片里何炯将头发染成了奶灰色 做皱眉沉丝状 一下子逗了网友们 虽然已是深夜 但网友们恢复的热情不减 有网友笑称一眼 把何炯认成了邓超 微博 也有网友觉得这发色 从远处看更像偏爱奶灰色的薛志谦 微博 不过 大部分网友还是取得了共识 表示何老师 咱们年轻人就别拆何爷爷的发色了 瞬间变成何爷爷了 何爷爷好 实习生低文 则编 另写唐嫣属鸡窝头 好不好看都不接受反驳 新浪娱乐讯 1月8日晚 唐嫣 微博 通过微博晒美照 并称 我刚刚给自己输了个鸡窝头 好不好看也不接受反驳 照片中 唐嫣梳着半王子头 一脸迷人的微笑 画着精致的妆容 十分的漂亮 少女感爆棚 慈美照曝光后 网友纷纷围观留言 称 其窝头也美美搭 超级美 这个太好看了 绝不反驳 这是谁家未成年 少女 我是米尔